第36题 某生参考下表不同物质在各温度下的溶解度数据 配置下列附图所列的四杯水溶液 A B C 珠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甲线代表的是食盐 乙线代表的是硝酸甲 我们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硝酸甲它的溶解度会随温度的增加而迅速的提高 而食盐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图上面应该是甲是硝酸甲而乙是食盐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容易A和容易B的浓度相同 我们看到我们在图上面所显示的 我们的A跟B所对过来的所溶解的量是一样的 那我们一样的水溶解的一样多的硝酸甲 那我们浓度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的选项B是对的 那么选项C容易B的浓度比容易C的浓度小 我们的这一条的曲线呢 是所谓的饱和的曲线 那么所以呢 B是饱和的 C也是饱和的 可是B的温度比较高 C的温度比较低 那么比较高的时候 它的浓度会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选项C说 容易B的浓度比容易C的浓度小呢 是错的 应该是比较大 因为容易B跟C都是饱和 而容易B的温度比较高 那 豬容易A是饱和容易 这是错的 因为它没有在这条曲线上面 它在外面表示它所溶解的量呢 不够 要么就是要降温 要么就是要增加它所溶解的量 它才会达到这条曲线的饱和曲线 所以呢 选项株呢 也是错的 因此第36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容易A和容易B的浓度相等